中华妇女联合会健康活力的起跑走秀 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 由中华经典社区促进联盟举办的 全国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高峰论坛 迈入第七届 在社区关怀据点成立20周年的重要时刻 特别以自我突破、社会参与 及客具应用这三大主题切入探讨 希望成为大型分享学习平台 协助社区关怀据点永续发展 朝共生社区的目标迈进 高峰论坛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来听听据点经营的心声的反应 然后我们将这些问题点 我们就利用高峰论坛 我们去邀请了很多的学者专家 还有就是食物的工作的据点的伙伴 来做精辟的分享 这样的一个论坛 可以带给据点很多经营困境 可以帮他们解踏 包括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 社家署副署长周道军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与立法委员吴川成、王玉民等人 也出席论坛表达支持 周道军强调 面对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社区关怀据点也需要 以前瞻的思维应应 因此今年社家署特别提出 社区创新实验家计划 从全国争选出20个关怀据点 鼓励提出创新服模式 能够在既有的规模之外 它有一些创新的发想 那我们透过一些资源的协助 然后带着这20个据点 我们开始往前来推动 那看看我们去找到一些 未来我们社区关怀据点 能够做到更不一样的可能性 那将来有些相关的成果 我们也可以透过像今天这样的 论坛的场合跟以往我们行政上的经验 我们开始来把它放大 来做一些推广 台北市副市长林亦华 以自己母亲为例 强调社区关怀据点 对长者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台北市65岁以上 人口占比达22.5% 因此北市府以近老 顾老 停老 安老出发 透过跨局处整合 从高龄友善角度来进行政策推动 未来希望能达到每个里 都能设置社区关怀据点 现在也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到一里 起码要一个据点 但我们现在505个 其实分布在358个里 也就是大概就是 还有在78.5%左右 所以就是呢 其实还有一些里 是还没有据点 我们还在努力之中 台北市社会局长姚淑文 进一步补充表示 除了健康的提升 知识的扩展 及人际推往外 针对台北市现有505处关怀据点 更希望与数位科技突破 有更好的连结 那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包含我们的资讯局 然后也进入到我们的据点 来帮我们做一个数位学习的部分 所以跨局处的一个合作 也是我们未来在社区关怀据点的一个努力 强调壮事态优势的吴川城 呼吁政府应重视银法族的新三高 王宇敏则认为 关怀据点扮演前端预防的角色 让高龄者愿意参与社会 成为社会的资产 而不是负担 一个就是高手 第二个特质叫做高智能 我们现在台湾所有的知识 智能的知库 就在壮事态战和硬核草的手上脑袋 第三个还更重要 叫高资产 台湾三分之的财富掌握在壮事态的手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走在前端的预防 如果我们前面的工作做得好 那预防它失智 预防它失能 然后让它持续有社会参与 对社会有一些贡献 有一些关怀 我们就不只帮助了这个老人家 也帮助了整个家庭 中华经典社区促进联盟方面 也鼓励老老照顾 希望协助健康长者提升人生价值 而不只是被照顾者 站在我们的角度里面 因为现在很多的高龄的健康的长者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 他这个人生不一样的舞台跟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鼓励 方便的老人 去照顾不方便的老人 就所谓的老老照顾 这样子可以减轻很多 照顾不足的人力 除了举办高峰论坛 中华经典社区出力联盟 下个月还将在北部及南部 各举办一场工作坊 让各社区关怀据典间 彼此交流学习 一起打造长者幸福国度 去年挑战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